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您关 讲到健康 这个中医常常说 冬吃萝卜 夏吃姜 然后天气一变冷之后 其实各式各样 冬天的根青类的蔬菜 这个常常是盛产的季节 不仅仅是萝卜 包含了比方说大头菜 比方说南瓜 其实都是现代人 非常容易取得的好食材 那怎么样健康生活来应用呢 待会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要跟观众朋友 一起来分享 好 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了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红尔翔医生 大家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再次嘉义科的医生好朋友 陈新梅医生 大家好 再次肝胆肠胃的专科医生 好朋友叶炳威医生 大家好 再次中医师的医生好朋友 萧晴颖医生 大家好 再次料理好朋友德权师傅 大家好 再次也是料理好朋友黄晴鸥师傅 大家好 好 洪医师这个俗话常说 东吃萝卜 夏吃姜 那冬天为什么吃萝卜 一方面特别好吃 另外一方面 根青类的这一些冬天的食材 其实他们常常特别的鲜甜 那他们确实对现代人来讲 是一个非常好的食材的选择 真的 其实我们讲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 为什么东吃萝卜 夏吃姜 都有它的那个道理 而且时令的那些食材 其实在我们人类的那些演化的过程 都扮演的对我们健康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我先再讲到萝卜这件事 白萝卜 我记得我小时候很不喜欢吃白萝卜 因为它有一个那个萝卜的那个臭臭的那个味道 可是长大之后发现 哇这真是一个人间美味 而且它在我们的 其实很多消化不良的脏气 其实效果还蛮好的 那我就先讲我最近碰到的一个案例 有一个75岁的奶奶 她大概在一年前的时候 她有一天突然解出像黑色薄油一般的大便 哇那个人就开始整个血压掉 那个后来送到医院就说 这个是因为它上肠胃道出血 然后造成一个大量出血 然后呢为什么会上肠胃道出血 奶奶平常就是那种这边关节痛那边痛 她自己会去买那个黑药碗来吃 你知道黑药碗里面很多那个 重药参着吸药止痛药类固醇 所以吃了之后她就肠胃道出血 当然那件事情 她住院住了大概10天左右出院 可是从那一天开始 奶奶的消化功能超差的 这是她女儿形容 她说奶奶要吃一点点东西 就觉得脏气就不想吃 所以她体重一直降低 那肠胃科医师开了很多 消脏气的帮助她肠子蠕动的 可是就是没有改善 那她来找我门诊问我怎么办 那她想说肠胃科都没有办法的 她问我肾脏科 那么当然建议她几个 一个少量多餐 她说我知道的少量多餐 那另外就是那个 不要吃不好消化的 像我们很多一些油炸的 糯米的这些当然是少量 那另外一个要多喝水 她说奶奶又不是很喜欢喝水 那她就说那还有什么其他方法 我在想说可以吃一些食物里面 含有酵素的一些食物 像我们很多什么木瓜酵素 凤梨酵素 我们的姜 我们的萝卜 其实它里面那些消化酵素都很多 那奶奶不喜欢吃那个 很酸的那些木瓜凤梨 她说她可以接受萝卜 所以后来就 其实后来她在一个月之后回诊 她说她的脏气整个都改善 那我就问她奶奶吃什么 她就吃萝卜泥 奶奶常常三餐的时候 加了很多萝卜泥 我说萝卜里面其实有淀粉酶 有一些油脂酶 还有蛋白酶 这些对我们的三餐的那些食物 事实上都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分解 所以这个就是奶奶 为什么她的脏气就改善 所以如果说有一些年纪大的 尤其是他们牙口不好 在咀嚼都变得很差 就直接跑到胃里面去 你可以用这些天然的食物酵素 帮她做初步的一个食物的分解 白萝卜不止只有我刚讲的那几种霉 那种酵素 其实它最棒的是一个叫水分 其实我后来终于理解 很多年纪大的都不喝水 我问她为什么不喝水 他们会贫尿 他们只要贫尿 他们上车走会很困扰 可是你可以从食物 你看白萝卜95.5公克都是水分 100公克里面有95.5都是水分 所以她吃白萝卜 她不只吃到膳食纤维 吃到水分 还有很多的维生素B群 维生素C 还有我们的钾离子很多的矿物质都吃到了 所以不只消化 吃到水分又吃到很多的营养素 所以年纪大的 大家真的可以给你的爸爸妈妈 多吃一些白萝卜 你真的是对她健康非常有帮助 真的而且新门医师要提醒大家 白萝卜号称平民人生 不是随便说说的 对其实白萝卜还有一个特点 是她抗癌的保护 虽然听到抗癌好像也太夸张 但是我们来详细说一下 其实刚刚像刚宏医师说的 白萝卜里头其实有一些酵素成分 有一些维生素的成分跟矿物质成分 所以她对于消化比较好 她对于一些神经稳定血压高 其实也是有加分 另外一个大家比较不知道是 她其实长久吃 你天天吃 每天吃一点点 其实对我们身体的预防癌症 好像有一些营养素似乎有关联 她其实是来自一些特殊的营养 我就稍微针对几个来说 第一个叫做木质素 木质素大家比较少听过 它其实是一些植物纤维的部分 所以当你长久吃这些 所谓的植物纤维 当然对于一些大肠 肠胃道的癌症是有帮助 第二个大家更少听过 我也是在之前看一些文章 才发现这个东西 叫做益硫硫氢酸酯 它是在我们的白萝卜里头的 一个特别成分 针对大肠癌 前列腺癌都有一些研究 似乎有一些加分的作用 再一个是这边没有提到 叫做萝卜硫素 它其实在萝卜里头 其实含量也是有的 这个对于有一些排 我们说的现在很容易接触到的 环境塑化剂 其实会有一些加分的作用 那因为我在门诊中 有时候我们会帮病人 做一些塑化剂的检测 我自己遇过一个人 这个是一个女孩子 她当时是刚被医生诊断为 这个子宫内膜癌第一期 然后经过治疗之后 就赶快想说 还能多做什么事情 那时候我们其实就有帮她去检测 所谓的身体的环境塑化剂 虽然我在节目上讲过很多次 但是一定要特别提醒观众 很多人认为 这个环境塑化剂 可能就是所谓的塑胶制品 像这个啦 像这种啦 其实我们生活上 比如说女生很常会擦乳液 香香的很舒服 我们会放个香氛 我们会擦化妆品 我们会擦保养品 都有可能多少会接触到塑化剂 那这个女生检测出来 果不其然 她其实里头的这个高的比例 都是所谓的化妆品 香氛类的这个东西有关 因此当时我就给她了 两个生活处方 第一个就是 那就请她的化妆品 这个环境的这香氛类 可能就要重新的调整一下 跟改变一下 第二个处方就是 我叫她吃萝卜 还有各种的十字花壳蔬菜 那十字花壳蔬菜有什么 比如说花椰菜 高丽菜 白萝卜 那其实有一些人 比较喜欢吃软烂的东西 我们就会比较推荐吃萝卜 那蛮有趣的是 她做这些腥味调整 后我们六个月再约她回来 再验一次塑化剂 她的指数就从本来的很高 降了三分之一 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食疗 真的对有一些 我们说环境排除环境的一些 不必要的污染 是有加分的作用的 那接下来德权师傅 就要来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用萝卜来烧乌鱼 乌鱼是产季了 对 现在开始天气变凉了之后 乌鱼就开始 人家做乌鱼籽 它那个乌鱼盒很便宜 但是很多人就不知道说 要怎么样做 大家都是拿来就是红烧 其实它有一些很比较 比较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吃法 就是用微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鱼 把它肉去掉 因为不贵 去掉之后呢 这个肉呢 很多人会怕乌鱼腥 对 你就用一点酒 葱姜 把它抓来抓腌它 腌多久 腌五分钟就够了 因为它这个很容易就 能够把腥味给它去掉 好 我们把鱼骨去掉 把它切这一个鱼片 但是葱姜酒腌一下 腌一下 然后呢 我们就下锅把它煎香 煎也会去腥 只要高温的话 能够腥味物质就会很快的 就会挥发掉 而且你要拿来煮的时候 也比较香一些 而且也比较定型 比较不会散掉 对 然后我们就把它下来煎 我们待会要煮 其实是要用萝卜丝 对 那萝卜丝其实也是越煮越甜 对 而且你弄成丝的话 因为刚刚有讲到说 萝卜喜欢吃软软烂烂的 软软的 你就把它弄成丝之后 我们这边准备一锅高汤 然后把萝卜丝放下来 好 这个东西你放多一点没关系 因为它煮一煮就融化了 而且刨成丝之后 其实它会收得比较快 对 那个日本人有的时候 一大块一大块煮 才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让它透 对 像我们这样子的话 你就把它放下来 然后加一点姜丝 冬天其实姜丝很温暖 香菇丝都把它放下来 这个光煮这个汤 其实汤就已经很好吃了 很鲜甜了 然后这边就让它稍微滚一下 然后这边我们就把它 煎到微焦都没关系 我们来把它翻面 但是你不用煎到说 要煎到很熟 不用熟 因为待会还要入高翻威 所以主要是要让它表面 煎焦香跟定型 对 你煎焦的时候 它一些腥味的物质 就会随着酒挥发掉 像这样子 恰恰就好了 好 一般腥臭的鱼 大家要怕腥的话就是 高温油煎或者是油炸 所以你看自助餐的鱼都是炸的 所以你才说 为什么很多人烧乌鱼都红烧 就是说它一方面炸 那另外一方面就让调味料 把它压过去 对 一般我们在厨房里面 如果说鱼不是就是腥味很重的 我们都会用炸的来处理 炸过之后 炸完再红烧 炸完糖醋红烧 你绝对吃不到什么土味腥味 对对对对 好那这一个定型就煎它 煎好了之后就把它放下来 对好 然后这样煎煮 这个汤因为这个汤我是用鸡膏汤 然后加上这个鱼的话 就会很鲜 不同的鲜味它就会更鲜 好那我们煎煮它同时 岳医师也要提醒大家刚刚讲说冬天的根筋 食材很受欢迎 不管是萝卜 地瓜 南瓜 其实它们富含膳食纤维 也富含植化素 这个对于身体肝胀肠胃的保养都很重要 对 我们说到地瓜 尤其提到所谓的子芯地瓜 其实它富含的像是花青素 花青素是什么 是一种抗氧化剂 其实对我们身体不仅是抗氧化抗发炎 还有对我们的一些脑部的健康 其实心血管健康 其实都有非常大的好处 只是说我们在摄取的过程中 还是要注意一下分量 那我这里分享一个案例 我有一个五十多岁的一个女性患者 因为其实因为到五十多岁以后 她其实很注重养生 她对身体的大大小小毛病 其实非常的在意 其实平常回诊的时候 常常就会问 医生我这样要预防癌症 我必须应该要吃些什么东西 那有时候她问了很多的时候 其实我后来想说 其实你就多吃一点 一些天然寒抗氧化的物质就可以了 然后我就建议她 不然你就吃紫心地瓜试试看好了 然后她听到以后就很开心 然后就回去了 结果回去以后 大概一个多月后 她忽然跑回来 然后她就说医生 你上次给我介绍什么东西 吃进去肚子好不舒服 肚子每天脏得跟球一样 然后一直拉肚子 然后体重也重了好几公斤 那我跟她说 你吃了什么东西 她说就是你说的紫心地瓜 但我就说可是你是怎么吃 后来我们才知道说因为她 她对于这些抗氧化物质 非常的渴求 她其实回去以后 把她的主餐 每天都吃这个紫心地瓜 这样子吃 你地瓜这样子吃 其实虽然我们的花青素 吃进去以后 其实她水溶性 她会代谢掉 但是问题是 对于那些膳食纤维 或者对那些热量等等 其实都会留在体内 对她的肠胃道 或对她的体重 都有一个非常大不好的影响 所以说其实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 其实还是要注意过油不及 尽量她摄取 虽然是足够就好 不需要吃的太多 那谈到地瓜这个 我们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刚刚除了我们的 紫心地瓜以外 其实我们平常常见的 还有一些像是黄色地瓜 或红色地瓜 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些 营养素的含量 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就拿我们常见的黄色地瓜来说 其实她含比较多的维生素B1 她对于我们的精神的维持 是相当有好处的 那红色地瓜的好处 其实重点光是红色就知道 维生素A β胡萝卜素的比例比较高 她当然就是护眼 而且含比较高的甲离子 对于一些排水 逆尿等等效果都还好 而且她是所有的地瓜里面 热量最低的 其实多吃也比较不用担心说 摄取的热量超标的这种情形 那再来就是紫色地瓜 我们刚刚提到的 钻石纤维多 对肠胃道的健康是好的 那另外就是她富含一些 维生素A 滑青素 其实对于一些抗发炎 保护眼睛心血管等等 都有一定的好处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 那个三种地瓜的比较 那当然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下 怎么样吃地瓜会更为健康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会建议说 其实你烹煮前的时候 尽量把这个皮洗干净 连皮吃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 营养素跟一些纤维 那再来说比较怕胖的朋友 其实有时候可以考虑 将这个地瓜煮熟后 我们再拿去冰镇过 其实冰过的地瓜 它相对来说 它会有一部分的淀粉 会呈现 以抗性淀粉的方式所呈现出来 其实对于这个体重的控制 是蛮有帮助的 然后再来另外要重点 就是我们地瓜一定要煮熟 不然有可能会产生 一些其他消化不良的问题 最后就是最好还可以搭配 其他的一些营养的物质 蔬菜 蛋白质一起吃 营养才会更为均衡 好 同时今天德权师傅 这一锅已经煨好了 煨你大概煨个三五分钟 其实就够了 地瓜有一个特色 它对月经很有帮忙 但它走我们中说皮圣经 所以它除了补肠胃之外 它其实也补我们一些妇科的部分 如果你是血糖在控制的人 其实你可以善用一些凉拌的蔬菜 你其实吃两份大头餐 大概就是我们一日所需的 100毫克的维生素 然后呢 我有放一些蒜苗 然后我们加一些红椒丝 加一点盐跟白胡椒调味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这天师傅很厉害 整个汤都下去 现在一定要入冬了 整个喝起来好温暖 而且那个乌鱼整个煮起来很鲜甜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白萝卜丝啊 这样切成碎碎的 非常的脆口 可能是会不会是因为那个白萝卜 就把那个鲜甜整个引出来 那我觉得整个吃起来又很温暖 而且白萝卜又号称是那个冬天的平民人生 所以他刚才说了 针对老人小孩 这种可以帮助他排便之外 其实他还有一个功效是可以去痰 所以就针对现在入冬 很多人感冒哦 好像其实是很有帮助的一个食疗这样 就是推荐给大家非常的好吃 接下来讲一个那个地瓜 因为冬天的话 其实地瓜也是号称土人生这样 那我有一个门诊的患者 大概三十几岁上班族 然后他就是月经啊 他就一直不来 大概三个四个月没有来 那他都觉得说 反正月经不来最好 因为有些女生那个工作压力很大 想说可能是压力大也没什么这样 只是他最近刚好要结婚了 所以他就是做婚前健康检查 发现他月经不来发现竟然是多囊性卵巢 多囊性卵巢 他有一个重点是他不排卵 不排卵的话 接下来怀疑的过程中 他结婚了嘛 现在要生小孩 就会比较困扰一点 结果他就来我的门诊找我 我想说想要叫我帮他做调理一下 然后我就问他说 他最近的那个皮囊生活饮食啊 还有一些习惯 他就说他最近不只是那个月经不来 他有发现他的体重也是在今年内 就一直不断的飙升 那算一算可能有上升五六公斤 而且他的便秘很严重哦 其实多囊性卵巢 现在在年轻女性中 其实耗发率非常的高哦 大概二十个人也有一个人这样 所以基本上就是他有一个那个副作用 也不是副作用 就是他的产生一些状况 就当然是不排卵嘛 所以他会影响到怀孕这个问题 他是不孕症很常见的一个因素 那当然他有一些缺点是 他会让他的雄近激素比较严重 所以有一些人会产生掉头发哦 还会多毛哦 就会长一些不必要的毛 还会长痘痘这样 甚至他肥胖也是很常见的 所以通常 而且通常他 我在看他的时候 其实通常多囊性卵巢 在我们中医治疗的时候 有一类型叫做血虚夹湿 是蛮常见的 它是什么原因 它其实大部分是来源于 肠道的消化不良 就是血虚夹皮湿 肠胃的蠕动不好的时候 肠胃很多就是一些湿气啊 不好消化的代谢废物一直卡住 这样通常他的营养消息 营养素通常吸收不进来之后 他的血液循环里面 养卵的材料其实不太够 所以他的卵泡 就是造超胺波起来之后 就发现里面好多小颗 就是每个月在养卵的时候 养起来 长不大又猫了去 养起来长不大又猫了去 所以他就是造起来超胺波里面 就好多小颗没有长大的卵这样 那针对这些患者的情况下 我们其实觉得都会请他 如果他体重有上升的话 一定会请他体重控制 因为一般研究上来说 如果他体重控制 他减掉他自己体重的10% 他大概80%以上 他就可以自己排卵了 所以这个患者 我就请他体重控制 那当时因为他赶着要结婚 那他想说接着要怀孕 所以我们一个月之内 就让他减了大概5公斤 他从65减到60左右这样 然后后来他月经就来了 当时我们就用了一个 就是刚才说的地瓜 地瓜也是冬天很盛产的一个根莖类 而且他又便宜又容易取得 其实地瓜有一个特色 他对月经很有帮忙 他不只通便 大家知道你看那个 那个烤地瓜完之后就黏黏的 对不对 他其实我们终于说 他有一个叫做补经的作用 他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坏处 然后他可以促进肠胃蠕动的一个东西 那他走我们终于说皮圣经 所以他除了补肠胃之外 他其实也补我们一些妇科的部分 所以刚才提到 他其实可以益气生经 补中和血 是什么呢 你就把它想成他就补水补液就对了啦 就液体就把它补一补 那这时候他排便也会增加 他的液体的含水量 他就会通便 那我们身体的月经的话 血量也会增加 他就会通经 所以这样的情况 针对有一些女生 月经很不顺 他想要针对这个来做减重 其实我觉得 是一个很好可以取代主食的一个 就是根莖类 这样推荐给大家 那宏医师也要分享 刚刚讲说 冬天事实上盛产各式各样 根莖类的蔬菜 那除了白萝卜或者地瓜之外 加强这个季节盛产的还有大头菜 这个事实上也是越煮越鲜甜的 而且这一类蔬菜 它的膳食纤维跟它的矿物质 对于三高患者来讲 也都是比较能够控管的食材 对 大头菜是根莖类食物里面 对那些三高非常有帮助的食材 我先讲一个案例 那天有一个50岁的高血压的大姐 他来找我是因为我一看 他已经吃了三种血压药 但是血压还是控制不下来 这种少部分是疾病因素 大部分不是药没有吃 就是他的生活习惯一定有问题的 我要不要 我那时候在天人交战 要不要加第四种血压药给他 我就觉得他如果没有吃 一样是没有效 那后来我当然讲说 我就问他的一些 所有的一些状况 那他说他其实 他血压一直控制不好 那血压我帮他量 大概160 我们一般原则 最好控制到130以下 因为你知道血压高 循环会不好 这边就常常会这边痛那边痛 他会头痛胸闷 他也会肚子痛 然后脚也会水肿 然后他就经常去那个诊所打针 打那种止痛针 那打完之后 他自己会担心 经常去打针会不会肾脏不好 所以就来看我们针 我把他检查肾脏还好 但是我觉得你的血压再恶化下去 一样肾脏不久就会坏掉 那我就问他 其实我觉得他的问题 我碰过很多这一类的 大家都是大鱼大肉吃太多 我几乎没有再吃水分或膳食纤维 那那种我就跟他讲 好那要不要吃一些深绿色的蔬菜 他就摇摇头 那我说那不然我们吃白色的 跟进类的食物 比如说白萝卜大头菜 他说尚可接受 然后后来不久之后 他就再回来 我觉得他血压真的有改善 因为我没有加第四颗药给他 那我就问他吃了哪些东西 他吃了很多大头菜 那我们讲说大头菜 其实他为什么可以降血压 他的那个甲离子含量很丰富 那加上膳食纤维加上水分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这张表格 如果你是一个减重的 你第一个看到已经是热量 20大卡 他这是一个超级减重的食物 那如果你是高血压的 甲离子260毫克 这个高血压就是利用他的甲离子 那他的膳食纤维0.9 我是肾脏科医师 看到他就94公克的水分 所以你看大头菜的营养分数 对我们的三高 也是高血压 真的非常有帮助 当然相对的 你如果是肾衰竭的 你要注意他的甲离子 也是过高的问题 如果不想吃青菜 不喝水的 可以多吃大头菜跟白萝卜 这我非常建议 那这个新门医师 要提醒大家 大头菜有些人会烧会煮 有些人会凉拌 凉拌的过程当中 就会保留比较多维生素C 那维生素C 其实对于人体很重要 有很多水果还有维生素C 但是如果你是解糖在控制的人 其实你可以善用一些 凉拌的蔬菜 因为其实通常的蔬菜 的维生素C含量也高 大头菜特别是 你其实吃两分大头菜 大概就是我们一日所需的 100毫克的维生素C 我们都知道维生素C 对于我们很多细胞的合成 免疫的支持有帮助 所以它可以抗氧化 它对于有些伤口修复 有些人伤口修复 速度很慢 其实这个维生素C 是有帮忙的 有些女生爱美白 我们会发现它对于 比较不会晒黑 或者是晒黑后 比较容易摆回来 维生素C的文章蛮多 那特别提两个 大家比较不知道 第一个就是 其实维生素C 它在我们的肠胃道 当吃进去的时候 维生素C容易让我们 很多营养的吸收率会增加 其中有一个叫做铁质 钙质也是 所以假设你是一个 有在吃胃药的人 其实维生素C的补充 是可以帮助我们 把特定胃药抑制胃酸 所产生的铁质 钙质的吸收 给多补回来 另外有一个大家 可能比较不知道 很多人随着年纪上升 太阳光一直照 你会有白内脏 其实白内脏的 跟营养有关的研究 比较没那么多 然而维生素C 其实是有相关研究 就是发现 补充充足的维生素C 对于预防白内脏 是有加分的作用 那除了上面讲完这些以外 最后一个 第七个隐藏版是什么 抗压 其实很多人 对维生素C概念 都是像我刚刚说的这些 然而并不知道 维生素C 其实对我们支持抗压 是有很高的帮助跟支持作用 我自己在门诊中 我遇过有一个印象很深 我都觉得他可以去做 我们叫做Case Report 就是可以做个案报告 这个病人呢 他其实一直以来有一个 他认为身体的疑难杂症 一直解不了 就是他觉得 他的抗压力一直在变低 什么意思呢 因为他的工作是 有一点类似业务工作 他时常需要面对客户 他发现他以前 一开始的时候症状是 他面对客户突然到一半 他就觉得一阵压力袭来 其实就有点像人家 所有的恐慌症 然后有时候就突然失去意识 回过神来 已经有一段跳过了 到中后期变得比较严重 他是直接真的失去意识 他就直接昏倒在客户面前 真的 曾经有一度是客户 把他叫救护车 因为他已经撞到头破掉了 到后期其实非常严重 是他说昏倒就昏倒 那这个情况 其实让他非常困扰 所以他来跟我见面前 他其实已经做过各式各样 你想象到的检查都做过 脑部检查过了 核磁共振全身的也做了 花了非常多钱 但是医生都说你很正常 你很健康 那其实他一开始讲完这些状况 我也是没有头绪 因为我觉得 听起来真的像是一个疾病 或者是心理压力真的很大 后来我们在做所有检查 他真的所有指数都很OK 唯独维生素C的血液浓度极低 我们先说一下 我们在很多研究中 认为维生素C的浓度 大约10以上是OK的 他的指数是0.01 低到比一般人低了100倍以下 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是觉得 因为维生素C有我们说抗压的作用 我们跟他说不然我们来试着 真的增加补充看看 那他的治疗比较特别 你让他补充保健品 还是补充水果 他比较特别 因为他这个太低了 我们是从点滴直接补充 加上饮食营养通通都要 就全部一起来 那我当时就跟他说 因为这个我不确定跟他有没有关 我们就治疗一段时间 但真的蛮有趣的 他开始治疗之后 第一个月 他以前平均一个礼拜会晕倒两次 第一个月晕倒一次 后面就没有再发生这个状况 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 原来他的这个 我们说这种比较奇怪的胰难杂症 竟然跟维生素C严重缺乏有关 那为什么严重缺乏 是让他完全不吃蔬菜水果是不是 这个蛮有趣的 其实我们通常会看营养 会看其他指数 他其他指数是OK的 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 维生素C在正常人 你饮食缺乏当然会 他饮食是OK的哦 然而呢 当你在高压的时候 我们高的压力 会让我们的身体 拿维生素C出来 做成抗压的一个 我们说一个荷尔蒙 因此当你长久 你的工作性质 可能十年二十年 你都在很忙碌 很紧张的状态中 其实你会不知不觉 比一般人消耗更多的维生素C 所以我们会推测这个病人 应该是属于这种类型的 所以如果你是这种情境的人 其实各式各样的蔬菜水果多补C 是对你有帮助的 那接下来我们黄建宏师傅 也要分享这个大头菜的料理 所以这个盐葱无精的尖双鲜 就是无精就是大头菜 那我这边搭配两个海鲜 一个是透抽 一个是这个我们的虾仁 那主要我先教大家来 把这盐葱酱先做起来 那盐葱酱的话呢 就是会用两种油 一个是传统的香油 然后一个是沙拉油 这是1比1下去 芝麻香油 对对对对 我先把它加热 那这个盐葱的话因为 就是只有葱跟盐 葱跟盐 当然要加点糖 然后加点的这个像是姜 姜的味道很棒 然后葱跟姜都让它干爽 对对不能有水分在里面 那这盐巴不要太多 盐巴大概我们可以看 这个量差不多不到一小匙的量 那相对的话 你要再加等量的糖下来 就是非常重要 那你要让它的味道呢 更有层次感 或是加一点白胡椒粉在里面 好 那因为这个葱它是生的 所以你要让它的香味出来 因为等一下要用这个 盐葱酱对不对 下去来做整个菜色的调味 对 稍微把它拌均匀一下 那再来呢 这个油的温度已经可以了 好来 那整个香气出来 就是你必须把这个油 把均匀的淋下去 但我们待会要用这个 来做整个菜色的调味 盐葱酱先把它处理起来 好 那再来我先把海鲜下来 做一个煎的动作 好 今天准备了两个 一个是虾仁 一个是透抽 那这两个东西呢 都有稍微用米酒 盐巴 还有的一点的胡椒粉下去 把它做一个去腥调味 那我这边也不放粉下去了 就直接下去煎 好 我们先稍微煎一下海鲜 然后今天海鲜 大家可以酌酌变换变换调整 盐师傅煎海鲜的同时 待会会搭配的是大头菜 对好 那这个酸沫也下去 酸沫在这里也让它起来 对下去 那我这边要处理大头菜 我这边先把这个海鲜的温度 再把它降低一下 那慢慢的去煎熟 好 那回来这边 因为大头菜大家都知道 它下去做凉拌去煮都非常好吃 但是我们要让它快速入味 我教大家今天做一个这个 就是梳子花刀 好 什么叫梳子花刀 梳子花刀就是 待会我示范给大家看 切出来之后 它上面会有像梳子的痕迹 好 那大头菜整颗去完皮之后 把它切成二分之一 那再来呢 我们稍微把这个头的部分去掉 好 这个还可以来做其他的东西 稍微来用 气色要好 一定要吃甜菜跟甜菜红素 那个有可能对一些 养颜美容很有效 三药其实含有蛮多的 所谓的富安酸 有一个成分叫做薯瓶皂肝 它对于一些黏膜 或者是一些伤口的修复 其实有很好的效果 那再来 从这个上面记得 这个刀子下去的时候呢 它要倒它的二分之一 要倒整个的二分之一 没有要切到镜头 切二分之一 对 因为这个像大头菜 它是属于根筋类的一个食材 它非常的一个脆度非常的硬 所以说如果你没有把它稍微画个花刀下去 我们在入味的时候 或者在腌制的时候 它时间会比较久 而且在吸味道的时候呢 比较没那么快速的吸味道进去 所以大头菜其实我觉得是大家就很喜欢吃 但是在做法上要有点的技巧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 好 而且大头在盛产的时候很平价 家庭土夫现在在家练刀工 我跟你讲啦 有切好也是照做 没切好也是照做 也是照做 对好 那我就把这个头这边稍微去一下给大家看 那你可以看一下这旁边 你就这个要切薄一点 待会我们下去要煮 所以说你不要切太厚 有没有像一个梳子的感觉 这真的是另一面 这真的是刀工 对对对对 那用这个方式来做的话呢 我们大头菜其实很快就可以入味了 在腌制的时候 它的时间也会缩短很多 那你不要怕这个梳子会断掉 因为它是一个脆性食材 像萝卜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或者是像一些根筋类水分多的一个食材 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 我们镜头拍一下 其实它这透抽 它也是用梳子花刀下去 也是梳子花刀 然后这种梳子花刀老人就会咬得动 对比较不会那么的硬 口感会比较好 那我教大家这个水分要稍微去一下 我们准备一个袋子 然后呢也是一样盐巴 盐巴大概也是差不多不用到一小匙的量 不要太多 那相对的盐你要相对的糖给它 才不会太咸 这个一样是我们很多小菜 现在稍微让它杀青的概念 对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其实这样做第一个说 因为它已经切梳子花刀了 如果你用手去压它的话会断掉 第二个的话我们在做这个动作 因为量没有很多 你让这个糖跟盐均匀的跟 跟我们的大头菜 食材粘附到 粘附 现在我要开始给它压力 对 把它水分一些 色 那个水分就是它的一些苦涩的水 把它去出来 对 像以后萝卜你也可以这样去把它水分去除 然后把这个稍微压紧 然后呢 然后转下来 你就利用这个带着压力 把它的水分把它拖出来 那我打个岔 有些人会给它静置一下 静置久一点它就会出水吗 静置还是要有压力给它 里面有压力的话它水不会跑很多出来 好 好 那我们稍微再这样做 所以你这样稍微按压它 对对对这样子转下来 然后它待会水分就会跑出来了 但我们在炒的时候它味道也比较容易入味这样子 好 像他这一个压力 然后跟烟料 就是我们小时候化学学的渗透跟密度 对对对对对对不对 对 洗渗的时候也是一种透析渗透的概念 我们用透析渗透的概念 UF UF 所以小时候学的化学课本不是没用的 如果将来当医生或厨师都会用到 对对 那我上面可以看 其實這個已經軟化了有沒有 這個變透明了 非常的快速 我再把這個水稍微稍微 把它擠出來一點 你看水就蠻多的 而且它的那個梳子刀 它就維持著完整性就漂亮 對對對 好 水 那這樣子下來就開始 要來做一個炒的動作了 好 水 那因為這個我們待會 如果你要做涼拌的話 直接就什麼醬油啊 糖啊 香油下去下去拌 那我這邊要給它 稍微做一個炒的動作 這味道才會香 就稍微給它做一個拌炒 因為還是要吃它的熱度嘛 因為現在已經斷生了之後 稍微炒一下 把溫度稍微拉高一下 好 讓它這個均勻的受熱 好 那再來呢 裡面呢我會加一點的 像這個毛豆仁 毛豆仁增加它的一個營養 那紅蘿蔔片 好 一點的這個顏色下去 慢慢的炒沒關係 就不要再加水 好 那最後呢就是要來調味 我都講剛剛這個鹽蔥醬 對 直接用這個來做調味就好了 所以如果我家裡做的這個鹽蔥醬 我可以一次做 比如說沾一點白斬雞 或者是比如說這個汆燙一些海鮮 都可以當它的沾醬 然後它也可以當炒醬這樣 都可以 對 因為這個醬非常好用 那因為這個受熱之後 整個味道都非常的均勻 是 就有點像我們像 這個大頭菜在醃製的時候 它最後還是要加一點蔥 然後蒜頭 辣椒 所以我現在就把這個辣椒 把它放進來 那你剛剛殺青的那個大頭菜 它如果要醃製的話 它可能就加其他的調味 就可以當小菜 醃製菜了 對 你調味的話 可能要加重一點 例如說你要加點醬油 糖 然後胡椒等等的 然後或者辣椒 或者辣椒油這樣 對 那我們要炒的話 其實盡量吃它的脆爽的原味 對 然後這樣拌炒均勻 就差不多可以完成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這道鹽蔥的雙鮮料理 雖然說主角 可能是它的那個透抽跟蝦子 可是你知道我最喜歡的是 它的那個大頭菜 哇 它大頭菜真的非常入味 你光是吃那個大頭菜來下酒 我都覺得非常非常好吃 真的一套很棒很棒的料理 那那個當然我們大家想說 在冬天的時候 大家可以多學學這種健康的料理 不要一直去外面吃外食 這個對身體會比較健康 那我們今天講的 當然是一些根莖類的食材 甜菜根可能是女生 最喜歡吃的養顏美容的 一道根莖類的食材 那我就講說 它有一個什麼樣的一個 超級意想不到的健康效果 我有一個大姐五十幾歲 那她來找我的時候 她是一個在菜市場擺攤位的 很忙 所以你知道很忙 他們就會經常憋尿水也喝不夠 我認識她 她是經常一年 大概會來找我三四次 為什麼 因為她泌尿道感染 那泌尿道感染 我就會開一些抗生素給她 但是我都會提醒她 你不要憋尿要多喝水 不然那個一直重複感染 抗生素一直吃 萬一產生一些抗藥性的細菌 就麻煩了 可是她也聽不下去 三四年來她沒有再出現 直到有一次她去做體檢 那腎臟有發現有個水泡 所以又來找我 那我說那個水泡沒關係 五十歲有一兩顆水泡 那很正常 可是我說你真的 你的泌尿道感染都改善了嗎 我幫你治療那麼多年 好像都沒有進步 那為什麼你最近這三四年 都沒有在泌尿道感染 她就說 洪醫師我告訴你一個 秘方 就叫甜菜根 她說什麼 她說她其實她在 菜市場擺攤 他們的菜市場 另外一個大姐跟她介紹說 女生氣色要好 一定要吃甜菜根 我可理解 因為那個甜菜根 有一個甜菜紅素 那個有可能對一些 養顏美容很有效 那她 可是她就經常吃這種甜菜根 甜菜根的水分可能很多 膳食纖維很多 所以她的那個泌尿道感染 也莫名其妙就就好了 所以我想說 這是另外得到一個好處 她跟我說還有一個好處 她平常三四年 都會去做一個大腸鏡 都會看到有席肉 她你知道她最近去 她現在大腸很乾淨 粉粉嫩嫩連一顆席肉都沒有 這應該也是我剛剛講 這些甜菜紅素的 有一些抗腫瘤抗發炎的效果 那講到甜菜根 我跟大家跟剛剛那個蘿蔔啊 跟我們講大頭菜很類似 熱量也是很低 20大卡 水分也是很高 94.0公克 不喜歡喝水的 可以請她吃這些甜菜根 甲離子也是很高 所以高血壓的也可以吃 維生素C 那當然主要我剛剛講那個 紅紅的甜菜紅素 有抗發炎抗腫瘤的效果 所以甜菜根 喜歡養顏美容 真的可以多攝取一些 而且葉醫師要提醒 觀眾朋友飲食 對於腸胃道的保養真的很重要 像這個季節盛產的山藥 它的黏液對人體就非常好 是 提到山藥 基本上我們腸胃科醫師 非常喜歡山藥 山藥其實含有蠻多的 所謂的富胺酸 還有說我們有一個成分 叫做薯瓶罩肝 那對於一些黏膜啊 或者是一些傷口的修復 其實有很好的效果 所以說這也是為什麼山藥 我們說可以拿來護衛的 一個功效之一 那我這裡分享一個一個臨床的案例 他是一個四十多歲的一個男性患者 本身來找我是因為長期的慢性胃炎 以前慢性胃炎的原因 是因為他以前感染過優門感菌 優門感菌治療過後 其實殺菌已經成功了 但是他的胃炎一直都沒有好 三不五時就鬧肚子疼 消化不良 一直必須要吃胃藥才能緩解 就這樣子過了好幾年 後來他有一天偶然 在報章雜誌看到 然後吃胃要吃久了 可能會造成什麼腎功能退化 失智啊 骨質疏鬆啊 胃癌啊 他看到他完全嚇到 他說我已經吃了好幾年 我怎麼辦 於是他就到我的門診 是說醫生你幫我想想辦法 我應該要怎麼做比較好 那當然我們還是會先跟他說 其實他看到那些資料 並不一定是真的 他其實是一些回溯性的研究 他不是一個 真的很有證據性的一個報道 所以說其實長期吃胃藥 不一定會發生這些事情 但是他還是非常的恐慌 希望我們能幫幫他 於是我說不然 我們就不要再吃胃藥 我們來食補 然後於是我就是 當然是優先推薦三藥 還有一些秋葵啊 這些其實都對我們的護衛 很有幫助 我就建議他說你不妨 就是一旦不舒服的時候 你就當之後的那幾天 你都這樣子吃 結果過不久大概三個月後 他回來他跟我說 醫師那謝謝你 我的症狀真的好了非常多 所以說其實三藥護衛 這個效果其實在臨床上 是非常有效的 那提到三藥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三藥有哪些優點 剛剛已經提到 他對胃基本上 是有一個很好的效果 那其實他的優點 不僅於此 他還可以幫助我們 控制我們的血糖 改善我們的貧囊 就像剛剛施眉醫師說 他也含有很多維生素的C B1等等 可以改善我們的貧囊 呼吸道不適 降血壓血脂 更重要的是 他其實有調節女性賀爾蒙的功能 因為他裡面的成分 一個鼠瓶罩肝 他其實是含有一種 天然的賀爾蒙叫DHEA 其實DHEA就是 我們體內賀爾蒙 合成的一個前驅物 也就是他的原料 所以說 對於一些更年輕的婦女 有一些症狀 或不舒服的狀況 其實藉由三藥的攝取 其實是有助於他賀爾蒙的調節 具有一些改善的效果 那另外就是說 剛剛提到護衛 我們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僅是山藥 我們其實還有一些其他護衛的一些吃法 可以建議大家可以這樣子吃 如果胃不太好的 我們可以考慮多攝取 像黏蛋白攝取比例比較高的 像黑白木耳 菇類 秋葵 山藥 這些其實對於這個保護 胃腸黏膜 其實都有相當程度的幫助 那另外胃不好的 重點就是你要吃的蛋白質 盡量要吃好消化的蛋白質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說 你可以考慮多吃一點雞蛋啊 豆腐啊 魚啊 這些蛋白質 優質蛋白質減少胃的負擔 另外我們會提到一個叫做維生素U的東西 維生素U其實它是一個 可以抑制胃酸分泌的一種物質 它可以改善這個胃酸分泌 預防這個黏膜的潰爛 所以它富含在這個高麗菜啊 青花菜等等 維生素U其實也要適當的攝取 最後一個就是亞麻油酸 可以改善這個傷口的修復 抑制胃酸分泌 像是苦茶油 亞麻仁油等等 這些其實都是胃不好的朋友可以考慮 吃的一些營養的補充 那蕭醫師也請教一下中醫怎麼看山藥 山藥啊 就是其實我們中醫有很多方劑 就是什麼補腎的方劑 什麼六味地黃丸 裡面都會有山藥 其實山藥在我們中醫的稱為淮山 那其實是拿來 也是當中藥才在使用的 我講一個我們整一個患者 他大概差不多三十五歲左右吧 然後他就是平常好像就是前一陣子很 就是他們說辦公室裡面很流行動軟 這個女生未婚 然後他想說好像也現在還沒有要結婚 有男朋友 但是他想說 如果假設再不生 再不生小孩的話 可能要等到四十歲了這樣 所以這樣的話 他想說他就去動軟好了 就是這樣 然後後來他去婦產科檢查說 發現他的那個卵巢的指數 就是有一個指數叫AH 竟然低到0.5以下 就是非常非常低 然後就是醫生就說你的卵巢 好像也衰退了 而且可能就是類似要進入那個 停經症候群的狀況這樣 那就是其實 其實事實上 我們臨床上有越來越多的患者 有這樣的卵巢 就是衰退的狀況 他可能還不到卵巢早衰這個定義 卵巢早衰就是四十歲以內 他有一些雌激素有顯著的下降 這樣是醫生可以檢查出來的 但是通常我們臨床上看到 那如果假設他的月經週期有提前 就是譬如說正常是二十八到三十天 這樣這個女生 他就是二三天就來一次 並且他的月經量越來越少 正常的話四到五天結束 他只會來了兩天就乾掉的感覺 所以血量也變得非常非常的少 也非常的粘稠這樣 那這樣通常也是我們臨床上在看說 卵巢有沒有衰退的一個指數這樣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的患者 我們終於說他是比較偏腎陰不足 可能有一些原因他就是身體的一些 比較腎陰就是一些比較滋潤的 一些精華的材料 一直就是用量很大這樣 會被耗損掉 比如說這個女生他可能常熬夜啊 可能壓力常常非常大 或是他常常吃一些心香刺激的東西這樣 那這個患者的話 其實當下的話 當然我們終於就開了一些補腎的藥 因為他說他要去動卵 那動卵當然現在沒有卵可以動 那基本上我們那時候真的就花了 大概半年左右吧 想辦法讓他吃了很多補卵巢營養品的一些中藥材 就一直補補補 最後他很不錯 就是最後動完的時候 他打出了20顆白白胖胖的卵 所以算是成果不錯 但是當時我們就提到 就有一個食物就是這個山藥 當時真的是不得不 卵巢真的衰退了 所以當下的話 他也沒有其他的一些癌症的 一些乳癌負癌的風險 我們就請他說 那山藥就開始狂吃 他真的每天喔 就是真的打山藥牛奶啊 就是做一些山藥的料理 那其實中藥的部分在看山藥 他的確就是 對於補皮肺腎 這個三個經絡很有幫忙喔 就是剛才那個葉醫師有講 他對腸胃的修補黏膜很有幫助 所以他對腸胃也是很有幫忙的 然後他補肺腎的部分就是補氣啊 我們身體就會變成體力很好啊 補腎就是剛才講的 針對一些生殖泌尿系統的時候 他有一些類似補持激素的這種作用 但是植物性的激素這樣 那這樣的情況下 他針對這種比較下面你看 謝謝久力啊 虛勞 咳嗽看起來就是老人病這樣 就是比較衰退性的狀況下 他都會有幫忙 所以剛才提到我們中藥 真的都是拿他來治療 那平常大家可能還沒有到 這麼嚴重的時候 其實這個就是很平常 很容易取得的一個食材 其實女生通常現在好像 不知道為什麼大家壓力越來越大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 可以常常一週補充一次的一個食材 這樣這就給大家 好 謝謝蕭醫師的分享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的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料理的食譜跟做法 也都會PO在年代 賣去台健康好生活的臉書 還有LINE跟Telegram的官方帳號首頁 影片還會上傳YouTube官方頻道 歡迎觀眾朋友掃描QR Code 歡迎大家訂閱跟收看 那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 謝謝 拜拜 謝謝 感谢观看